常听人说股市就是一场金钱游戏 或者我们可以说股市根本就是钱的市场 如果说接下来将有源源不绝的资金 要流入到股市 你认为行情会是好还是坏呢 大家好 我是林玉凯 也要没有搞愁 为什么台股明明已经给你连续跌了两天了 你跟我说会有源源不绝的资金 资在哪里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台股跌了191点 今天继续往下跌了89点 今天收盘价22148点 仍然是亮说的哦 前几天有提醒你 这几天观望 对吧 观望什么 全球央行年会这是第一点 观望嘛 所以下跌亮说相当正常 而且原本大家市场众所期望的机器人展 对吧 现在南港展览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大家认为黄然轩执行长要来了 结果呢 没有来 可是这一切谁独家预告给你 就是me啊 小弟在下本人我啊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 这几天的回档量说这是正常的 可是我们重点聚焦在未来 刚刚我们才说到嘛 接下来将有源源不绝的资金即将要涌入 我是认真的哦 我是认真的哦 我们昨天有讲到 台股这边呢 如果你期望它会去打一个WD 对吧 大家都认为它会打个WD嘛 即便啦 即便它是WD 它也会很短很短 这是一个极其不平均的长短角 怎么说呢 来 我们说月线是它的支撑 对吧 不好意思 换个新滑鼠啊 手残一样 不太稳定 来 它也会是在月线这边 打个小角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有一个WD的形状 它就上去了 你甚至你都不能讲这个是W 对吧 最多到蓝色这条月线 就即将开始要反攻了 而且月线的扣底只在这里啊 在这个位置啊 即将要开始往下扣底了 所以月线准备要翻阳向上了 所以说最多到月线 就准备要开始反攻了 那除了我所说的 九月份有联准会的要降息之外 十一月还有总统大选嘛 美国总统大选嘛 现在还多一个推升的力道 还多一个推升的力道 所以说在这一个位置 好吗 亲爱的 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就是台股的末班车 多头上车的末班车唱给你听 别说话 别说话 钱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来讲钱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是台股多头的一个末班车 末班车被开了啦 我跟你讲 钱就在这里 钱就在这里 央行请三十四家的总座喝咖啡 因为银行房贷必须降温 再看一则 现代令 惹民怨 惊动金管会的现在 因为房贷现在要减降嘛 建商还担心违约交割嘛 没搞错吧 这应该是房地产的超级大利空吧 没错 这是房地产的超级大利空 可是却是股市的超级大利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新闻本身有什么问题 那么对银行发出问卷嘛 接下来可能调查房贷审核区警 不排除要会商央行 对吧 各位这个现代令 购屋主怎样 要闹钱荒咯 借不了钱交不了屋咯 好不好 也就是说进一步的 其实现在我们政府 准备要再去限制贷款 去限制房贷的部分 那现阶段 本来想买房子的人 是不是会先缩手 我现在想买房子 我看到又现代 一大堆规矩很麻烦 我们是先缩手 对吧 我好不容易存到三百万投机款 现在因为贷款的金额变少了 我的投机款势必就要拉高嘛 我可能原本只要准备三百万 现在要拉高到五百多万了 对吧 三百变五百 多存两百万你这么容易吗 多存两百万你容易吗 而且很多有钱人也都贷款 对吧 很多有钱也都杠杆 对吧 你不要以为有钱人都一次付清 聪明的有钱人 他是能从银行借钱最好 能借多少借多少 有财商的人 从来都不怕扩大杠杆 这个是富爸爸穷爸爸的概念 有机会以后我们再讲 所以想买屋的 现在买盘会缩手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不论是想买屋的有钱人 或者是本来想买屋的一般人 他们至少都有笔钱嘛 都已经存到这个投机款了嘛 那这笔钱短时间之内 无法用来买房 怎么办 怎么办 积极一点的 找别的地方投资嘛 对吧 不能去房市 股市是不是又一个选择 股市又是选择嘛 而且 这个资金的规模 不会太小 资金规模不会太小 你看一下 光是今年上半年 那房市热度有多夸张 我们先不看中古屋 我们纯纯的看预售屋 各位上半年成交额 1.3兆啊 不是亿啊 兆啊 亿 十亿 百亿 千亿 才是兆啊 光是上半年成交额就1.3兆 已经超过2021 2022 全年 整个上半年 已经达到去年全年度的 83的百分点了 快翻倍过去了 各位 我讲了 这只有预售屋 还没有中古屋哦 我们照这个规模去看 1.3兆 是不是要2.6兆 对吧 再加中古屋 2.6兆不为过嘛 那我们就抓个10% 哪怕只有 10%流入股市 各位 2.6兆的10% 也都2600亿 也都2600亿 如果股市注入 2600亿的活水 是不是还不错 是不是还不错 其实上回我就有提醒到一件事情 之前可能你不信 现在你总该信了 我是说过 在8月开始 会有所谓台商的资金回流 好不好 这是央行一个新闻嘛 台商的资金 8月第一波解禁嘛 所以各位 因为有这一波资金的力道 台股才可以在8月初 狂跌之后 迅速反弹将近3000点 难道这种将近3000点的反弹 没有资金的力量在里面吗 那现在 央行的这项举措 可能会再将房地产的资金 进一步的赶往股市 这资金会再往股市做推进 即便不买房 他也不会去投资台股的 这些人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 房子不买了 台股我也不碰 那这些人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他的钱还有一个地方去 他的钱还有一个地方去 消费 不买房会买车 不买房会去吃顿大餐 对 我不买房了 生活过好一点总行吧 对 没有大确幸 来点小确幸嘛 所以消费 这个也没什么不好 你就去花钱 促进经济 促进景气 等同于是加强台股的基本面 所以这一波 台股多头的末班车 你真的要赶快上车 不过 上位分析师 我还是要针对 央行接下来的政策 去提出我个人的小小看法 因为这项政策 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文出来 可是如果真的要去做 这样子很 严格的现代的话 我会认为 配套一定要做好 配套一定要做好 我们就以这条新闻来看 各位你可以去看 妈妈咪啊 1.3兆 预售屋 通常上半年买了 什么时候交屋 也许两年后 也许三年后 对吧 1.3兆 都是今年上半年的 那这些个预售屋 如果之后你限制贷款 或者你不让他贷款 他贷不到 他预期想要贷的金额 是不是会产生违约 是不是就会产生违约 那个时候说不定 就会有连锁的骨牌效应 好不好 那时候就会从房地产开始 造成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这个是我们政府 一定要先考虑进去的 配套一定要做好 特别是现阶段 很多的手购族 年轻人 手头本来就没有那么宽裕的 现在你跟他讲 原本让你带八成 现在只能带七成 我跟你讲 这一层 逼出多少英雄类 对吧 逼出多少英雄类 光这一层就有可能 让他违约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就考验 我们政府的智慧了 可是当然 当明确的政策 还没有出来之前 先不用担心 因为资金的外溢效果 会走在前面 资金的外溢效果 会走在前面 股市会先受贿 因为资金流入 这效益是很快的 9月联总会再降息 11月在美国总统大选 这一连串的资金效益 它是先受贿的 等到违约潮出来 那个大概是明空年的事情 那大概明空年的事情 所以 如果你是现在已经 因为房子这样子 已经刷在蛋 很怕什么 贷款贷不出来的朋友 我跟你讲 你现在应该要更积极 你现在更应该积极 钱往哪里去 你先往哪里赚 钱往哪里去 你先往哪里赚 台北股市等着你 休息一下 好 没什么心意 今天我们要聊的依然是节奏 节奏 八月记好这几个节奏 换股赚钱再换再赚 换股赚钱再换股再赚钱 四个礼拜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礼拜换股 第二个礼拜赚钱 第三个礼拜再换股 第四个礼拜再赚钱 刚好四周嘛 来各位 第一周是什么时候 大跌一千八百点那一周 视为第一周 那个礼拜 我请你干嘛 我告诉你 我送你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我不是叫你来加入我的团队 我只希望你可以认真的 正式的去检视你手上的持股 并且换股 要解决套牢问题 这才叫礼物 才叫父亲节礼物 所以八月八号 大跌一千八百点那一周 请你换股 到了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 你就去上班 你就出去玩 股票换好了 就开始赚钱了 股票换好了 就开始赚钱了 就开始爆赚了 这段时间 我们陆陆续续分享过的几个例子 来 八月五号 这个例子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 起机换台机 人生从此坐上喷射机 还有谁 我们一次讲完 来 友达换哑光 从此眼睛发光 对吧 然后呢 中兴电 换谁 惠特 这个运脚暂时想不到 最后一个 阳明换成旅创历史新高的核硕 换了之后 真的很不错 你放心 这不是我瞎编的 每当股票 我都事前预告 台积电 我跟你讲 八月五号台积电最低点 我跟你说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到八一三啊 台积电应该值一千的 掉到八百出头 这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来 各位 我的节目时间 包含中视的logo 这个时间点 都在这个地方 几分几秒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台积电是如此 亚光 来各位 我说能够守月线的 这还不叫强势股吗 这肯定有人撑腰的啊 对吧 八月十二号 我再提示你一次 很多股票可以拿来换股 我当时讲的是谁 我当时背景的放谁 亚光 亚光 就是他 有没有跟你讲 惠特有没有跟你讲 挑明的讲 我们换股换惠特的也不少 红硕有没有跟你讲 各位大跌一千八百点 那天八月五号 我跟你说过了 当天八百多档股票跌停板 跌五%都叫强势股 更何况有档股票收红 莫名其了妙啊 收涨两个百分点 天啊 这档股票你要说他 没有大呼在里面 我都不信啊 所以你看 我们一连串的 抓住对的节奏 做对的事情之后呢 六二八五 起积 起积换台积嘛 来各位 起积到现在 我先把五日线拿掉 我们不要影响你的 视线 来各位 请问你 大跌在这一天 现在台股已经V转上来了 有一个V出现了 还没有完全V啦 小V出现了 它有V吗 换成台积电 813买在这儿 弹上来 970开不开心 开心啊 如果你没换股 台股涨2000多点 2900点啊 你起积还得再多赔十几万啊 涨2000多点 起积没有动哦 放到今天再多赔十几万哦 我没有在开玩笑 你自己算啊 换成台积电呢 你可以赚将近90万 换成台积电赚将近90万 一来一回百万 台积电我昨天有说了 靠近千元 997多嘛 靠近千元 这个是心理关卡 我会先获利走人 跌破五日线 五日线一起放好了 五日线 橘色这条线 昨天 今天 又是另外一个卖点 短线可以先获利下车 可是长线英旧看好 好 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例子 友达 友达换亚光 来各位 2409友达 今天好强哦 创新高耶 可以赚十几万耶 十几万好像不错 换亚光呢 我跟你讲 亚光今天大跌 亚光今天跌 好不好 我就算用今天跌的亚光来看 你还是可以赚四十万 友达十几万很多 算上今天亚光赔8% 你还能赚四十万 多赚二十几万 多赚二十几万 好 那今天 亚光把橘色这条 五日线跌破 可以先获利出场 可以先获利出场 之后转强 我们再买回来 之后如果转强 我们再买回来 第三个是谁 来各位 8月8号 中兴电 原本27张 本来还要再加码10张 换成谁 惠特 我说你要买绿人 你不能买云豹 可是当天我推荐他的不是云豹 是惠特 当然云豹也不错 对吧 云豹昨天都还在创新高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涨停之后又创新高 云豹也不错 可是当天 买的惠特就是惠特 现在还是在高档 对吧 如果你原本的中兴电 摆到这边 一滩死水 我跟你讲 他资金比较大 所以他摆到今天 大概可以赚五十万左右 五十万好像很多很开心 不好意思 你同一时间把资金转换到惠特 那不是五十万的事啦 你可以赚到一百八十万 你可以赚到一百八十万 五十万 VS 一百八十万 这差距是相当悬殊的 相当悬殊的 好那一样 惠特今天也把五日线 给他跌破了 你可以先选择获利出场 但是我的做法是 我可能去做部分的获利了结 因为这张股票 是我们今年度相当看好的股票 我有给过大家目标价码 对吧 目标价这个地方 所以惠特在这个地方 跌破五日线 我认为部分去做获利出场 之后如果转强 你再做加码 转强再做加码 因为基本的部位不用变 基本部位不用变 因为他今年仍然是有机会 往目标价挺进的 那我再补充一点 惠特的部分 你看一下 惠特这一波坦白讲 走得很强 季线从头到尾没有跌破过 是不是比台股还强 然后你一转眼 再去看他惠特的营收 来你看一下 他今年的2月到7月 每个月的月营收年增率 都是大幅度下降 -63% -49% -53% 全部都是负 然后惠特累积 今年1到7月的营收 总共是历史最低的 难看到不行 再看今年的半年报 各位去年他赔 大赔5块多 今年上半年 赔2块6 这种烂到爆的营收 烂到爆的半年报 这么烂的股票 请问你 如果他没有半点东西 他有可能在台股 破底的时候守住季线吗 当时大迪的那个礼拜 我们说嘛 能够守住季线的 这个叫内油引擎 要么有人撑腰 要么有利多准备发酵 对吧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基本面 你一定摇摇头 可是我跟你讲 惠特我还是有信心的 好吗 最后一个例子 好 对 航运股 阳明一屁股 不知道怎么办 我请你换红索 好 先看阳明 阳明先生一样 台股涨了快3000点 有感觉吗 跟他没关系一样 3000点没事 我还是在底部晃荡 假设当初你不换股 阳明放放放放到现在 大概小赚170万 170万叫小赚 好害羞嘛 开心死了 不好意思 如果今天你换了呢 你换成红索呢 来各位 这一天进场的 就这一天进场的 你能够赚到 最多是1200万 1200万 170万 什么东西 170万跟1200万的差距 亲爱的 所以我才讲 两个礼拜前 你愿意来让我持股诊断的 你能够痛下决心 跟我一起换股的 台股到现在 各位看一下 从24416 跌到19662 再往上谈 今天是22148 台股截至今天 还是跌2000多点的 请问你 没有换股的 你是赚钱还亏钱 没有换股的 你现在说 我有回来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是果断换股的 我跟你讲 亏的通通赚回来 还倒赚很多很多很多 好 那看回去红索 红索昨天跌破五日线 可是跟惠特一样 我认为部分出场就好了 好不好 昨天我们讲得很清楚 部分出场就可以了 再来 快速再看几档 逊德 今天小幅度的 创下一个新高 这档股票我说过 主力成本就在这里 主力成本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你就 自己把握啦 旺系这不用讲了 加勒福是天天都便宜 他是天天都在创 历史新高 局测这条五日线 沿着五日线往上攻 这种就是最强强势股的 一个特性 反正一样 他继续攻你继续爆 他跌破你出场 就这么简单 均豪 今天其实我认为啦 这个你还可以多看一天 今天跌了六个百分点 然后回测到五日线 看起来好像稍稍守不住 因为五日线均价 119.8 今天收在118.5 可是价差不大 我认为你可以再看一天 再看一天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 今年上半年到下半年的 代表作嘛 对吧 6月3号 行情这么好 今天买谁好 我放了一张照片 大家猜是杨怀明 天哪 台湾人只知道杨怀明吗 跑去买杨明 明明他是香港演员 谢君豪 不过不要紧 因为当天 6月3号的节目 我也告诉你的 他就是5443的君豪 当时价格60块 好不好 即便今天跌 跌到118.5 你还是大概赚 快一倍 还是快一倍 多给他一天 我觉得OK的 好吗 剧翔 今天同样表现不错 沿着5日线往上攻 当然这种有基本面的股票 技术面相对参考成分 可以低一点 好 星云 今天微微跌破5日线 那我说过这种股票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想出就出了 加登一样 跌破5日线 该出就出 就这么简单 不过如果是新日新 昨天跌破5日线 这就不用了 新日新就不用了 因为今年他一直在 募资扩产 募资扩产 之前我讲过了 以他的CB 以他的现金增值来说的话 现在你可以去参考 他240到260元 这个基本水位的一个价格 好不好 现在221还是便宜 好 重点是什么 节奏你还是要抓好 这个礼拜就是换股的节奏 两个礼拜前换股 上个礼拜呢 享受获利 这个礼拜换股 下个礼拜享受获利 礼拜一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案例 对吧 礼拜一的节目 不是 更正 礼拜二的节目 在我们礼拜一换股 对不对 这有点 这有点扑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样才看得出来 真的是当下 Live的嘛 火力全开买最强 台华投控换成谁 换成波若薇 台华投控 咱们也来看看 台华投控 依然一滩死水 还是死在这里 现在会看了吧 台股涨了2900点 还在这边 这叫一滩死水 这就叫弱势股 可是把它换成 波若薇 各位 礼拜一换 礼拜二马上涨停 虽然这两天看起来 预振乏力 可是 昨天也是创新高的 今天它也是创新高的 你要说它弱 它还真的没有那么弱 所以我们的百万特工队 火力全开 现在就是要转换到最强的股票 百万特工队 我们就是要锁定这种股票 好不好 就是要买最强 因为我要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达成 百万特工嘛 这个七位数的获利目标 那网友很可爱 还跟我说 老师 我的资金两千万 我的资金两千万 赚一百万没什么意思 我当冲就赚得到啦 没有吸引力 好不好 各位 我们这个百万计划 是针对小资组 你资金举凡一百万 两百万三百万 这个比较大宗嘛 大部分投资人的资金水准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 当然 一百万到三百万的 我们就是要赚一百万 可是你金额越大的 我越喜欢 我越喜欢 我以前是管基金的 几十亿我都管过 更何况区区几千万 你资金两千万以上的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就改成千万特工队 好不好 千万特工队 重点是节奏正确 选股正确 获利就会正确 最后一句话送给你 无法反败为胜的人 缺的从来不是股票 而是决心 好不好 任何问题欢迎你可以 透过等一下广告 080专件 直接报导箱进来 或者先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 小组 WN1688 任何问题 现场许愿我们再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突然说是essa 本公司与分析人销 嗡主 080专件 从来是 stora 项利益关系 员 crust